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超越任何人 必須給任何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是香港願望球代表黑妹葉佩儀 我已三次代表香港出戰奧運 我是陳藝勇 在伊利沙巴醫院做護士 封完氣要立刻舉起 筋會比較快 手拿起 無論如何 你板子永遠會豎起 它會過不到你的板 出去多一點 鍋會比較癢 相當有這個完成 你能感覺到對方 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 其實都很面試 因為我之前跟她比賽都有打過 中四開始就轉做全職運動員 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讀書可以讀到老地 也可以讀到老地 但打球你不可以 既然有這個機會 讓自己去嘗試 那為何不去嘗試呢 你小時候想打打打打打上去 你有沒有想打全職 當然想進步 也想強一點 但如果我是你 當時中四 如果我真的去到那個水平 我都會試 那你有沒有曾經有一刻 覺得練得很艷 我不想再練 迷失了科向的時候 就會這樣 我記得當時是靈發奧運 因為當時身體有些問題出現 又消瘦了很多 十公斤瘦了很多 以我這個打法來說 你瘦了十公斤 根本上不可能打殺上網 這些難關的時候 因為他們拉我上來 他們在背後真的幫了很多 身體比較瘦 又見過營養師需要增磅 原來你一天燒火 吃五、六千卡路里 你要增磅的時候 你就必須吃過六千卡路里 才可以增磅 可能一天要吃午餐 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令人鼓舞 他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也能鼓勵我 可能遇到失敗 或者挫折 或者困難的時候 都可以… 可能可以學他堅持下去 繼續拼搏 也是這樣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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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 by bwd6